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嘿,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 欢迎你收听爆米花 我是你在空中的知心姐姐 你有没有读过一些伟大的人,他们的故事呢? 你觉得要做怎么样的事情,才算是一个伟大的人呢? 让知心姐姐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其实伟大的人,都是从最小的事情开始做起的 当然那个时候,别人都不认识他 因为他在做着一些很小的事 但当他不断地做,好好的做,忠心地做 慢慢地,小事情也会变成大事情 大家都以为,做大事情的人,才是伟大的人 其实在他们做大事以前,早就已经做过无数个小事了 所以,亲爱的弟弟妹妹 你,现在是否也正在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呢? 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听听一个巨人的秘密 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 但是,要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 那么,你就要先认识一位巨人了 请听 巨人的秘密 在中国古代 汉朝的时候 有一个人 名字叫做蔡顺 蔡顺很小的时候 爸爸就已经过世了 只剩下他和妈妈 两个人相依为命 小的时候,蔡顺家里好穷好穷 可是,他对妈妈却非常孝顺 每天都努力地工作来养活妈妈 从来没有让妈妈饿过一顿 每当有好吃的东西 也总是先让妈妈吃 生活虽然过得苦一点 倒也是平静快乐 没想到有一年 蔡顺的家乡发生了旱灾 连续好几个月都没有下过一滴雨 田里头的农作物早就已经枯死了 当然也就没有任何收成 好多人没有饭吃都快饿死了 蔡顺和妈妈也不例外 眼看着家里头的粮食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蔡顺为了要让妈妈和自己能够填饱肚子 每一天都很努力地到郊外 去寻觅一些野菜 采回来煮了吃 这一天,蔡顺又带着两个篮子 到树林里去采野菜 走着走着 他忽然间看见有一棵桑树 上面结满了好多桑树 有红的,有紫的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蔡顺高兴极了 这么多的桑树 可以让他和妈妈两个人吃几顿呢 他连忙爬上树去 开始摘桑树 摘着摘着 他发现 树上有一半的桑树 是紫色的 已经成熟的桑树 但是有另外一半 仍然是红的 还没有成熟的桑树 紫色的桑树 吃起来很甜 但是红色的桑树 吃起来却很酸 蔡顺想了一想 他决定要把紫色的桑树 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另外一个篮子则用来装红色的桑树 他忙了好几个小时 才终于把两个篮子都装满了 满栽而归的蔡顺 欢欢喜喜地提着两篮桑树回家去 哪知道 才刚刚走出树林子 就看见前面来了一大群土匪 蔡顺吓了一跳 赶紧想要躲起来 但是土匪却已经抢先看见他了 看见蔡顺要逃 土匪大喝一声 站住 把你篮子里的东西交出来 蔡顺吓得整个人跌坐在地上 结结巴巴地 结结巴巴地哀求土匪说 大爷 这不过是两篮桑树 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们行行好就放过我吧 土匪在路上遇到蔡顺 看见他怀中抱着两大篮 不知道什么东西 心想他身上大概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所以把他拦了下来 强行要搜挂他身上的东西 即便蔡顺苦苦地哀求他们 说他身上真的没有金银珠宝 土匪还是不相信 硬是把他怀中那两篮桑树给抢了过来 土匪们把那一篮紫色的桑树全倒在地上 胡乱翻搅了一番 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 接着又把那一篮红色的桑树也倒在地上 胡乱翻搅了一番 还是没有看见任何值钱的东西 看来蔡顺说的都是真的 他身上只有桑树而已 这个时候其中一个土匪就指着两篮桑树 好奇地问着蔡顺说 怪了 你这桑树 为什么一篮全是红的 另外一篮有全是紫的呢 蔡顺发现土匪们没有继续要强逼他的意思 才放心地回答这些土匪说 不瞒您说 我们这儿正在闹饥荒 家里早就已经没米吃了 只好随便采点野菜 果子来冲鸡 这一篮紫的桑树已经熟了 味道很甜 是给我娘吃的 另外这一篮 红桑树还没熟 味道很酸 我留着自己吃 土匪们听见蔡顺这样说 不禁大受感动 也非常惭愧 他们赶紧把那些散落在地上的桑树 通通通都捡起来放回篮子里 按照蔡顺原来的意思 一篮紫的 另外一篮红的 土匪一路保护蔡顺回家 同时还送给他很多的白米 还有牛肉 但是蔡顺心想 这些食物 八成也都是土匪 从别的地方抢劫来的 所以他坚决不肯收下土匪的礼物 只抽土匪 让他和妈妈 能够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就行了 又过了好多年 蔡顺的妈妈因为年纪老迈过世了 蔡顺非常伤心 每一天都去看望妈妈的坟墓 对妈妈说些话就好像以前那样 蔡顺还记得以前妈妈最怕打雷了 当雷电交加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时 蔡顺以前总是会飞快地 跑到母亲身边握紧她的手 但是现在妈妈已经过世了 每当打雷的时候 蔡顺还是会很舍不得地 赶快冲到妈妈的坟墓前 不断地安慰妈妈 左邻右舍的人发现了蔡顺 仍然这样做 都纷纷地夸赞他 说他是一个好孝顺的孩子 不但在妈妈活着的时候很孝顺 就连妈妈死了 仍然是这样的爱护孝敬妈妈 亲爱的弟弟妹妹 你有曾经饿肚子过吗 一定很难受 想要赶快吃东西 才能够活下去 这种时候 如果你的家人 也跟你一样饿肚子 你会怎么做呢 其实知心姐姐知道 大多数的人 都很愿意照顾自己的家人 毕竟家人之间 本来就是彼此相爱的 蔡顺到郊外去 采桑肾给妈妈吃 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最特别的是 她不单单减桑肾 还把甜的留给妈妈吃 自己吃酸的 这就是她对妈妈的爱 与孝顺 圣经上有一段爱的真谛 形容什么是爱呢 其中说到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蔡顺愿意把妈妈的益处 放在她自己的需要之前 那就是她对妈妈的爱了 让我们也学习这样的精神 好好的爱我们的家人哦 下一次爆米花 知心姐姐在与你空中相见 拜拜 我祝我神核的 味道 天使向她跪下 天地都来紧拜祂 我祝我神核的 味道 我祝我深喝的味道 天使向它回向 天地都来劲怀它 我祝我深喝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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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不见你 触不到你 但是我知 你正在对我地狱 是你声音 温柔花雨 再度填满 我心灵中的极客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 你知道现在你可以从哪两个网站 收听到爆米花节目吗 第一个是救恩之声 救是拯救的救 恩是感恩的恩 声则是声音的声 你可以上网搜寻救恩之声的网站 第二个是良友电台 良是优良的良 友是朋友的友 欢迎造访良友电台的网站 透过救恩之声和良友电台 让我们一起继续相约在爆米花咯 是你的手将往前翼 是你的手 是你的手 一盘的手 一盘的手 心无畏 我想幸福 我哪个最低心的 OK 喔